我在CPA第一年的 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球迷 8月12号 在北京首钢男篮队员与球迷的见面会上 谈及过去这个赛季印象深刻的事情 林书豪首先想到的是球迷基于自己的关爱 球迷想找到我 肯定会找到办法找到我 然后就是很多礼物这些东西 很多客场变赌场这些东西 我从5、6年前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想 有一个方向是有一天 来CBA打球 都是为这个球迷 每个比赛都是真正可以感受到 6月20号 时隔151天后 休战了件5个月的CBA联赛正式重启 经历过一个特殊的赛季 林书豪说 这时更能感受到一个团队 在一起团结互助的重要性 来首钢 一年我也觉得 真的是一个家庭 从今天到现在 我觉得每一队都是 跟教育团队 跟全部的女工 就是大家都为我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我或者我家人 带我去吃饭 送礼物这些东西 就是一直照顾我 为了感谢疫情期间医生护士的付出 当天现场 北京首钢南岚特意请来一位从事护士职业的球迷 在此前的一次直播中 这位球迷曾经和南岚队员们分享了自己主动报名 支援密接病房的故事 跟他去聊 他疫情期间的那种付出和奉献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的这种努力 还有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期间能够 疫情期间受到的这种困难 能够被我们首钢的这种精神所感染着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本赛季复赛期间 北京首钢南岚取得了11连胜的佳击 并时隔5年再次冲进4强